好 我们来请教一下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会为自己找到出口呢 对 我们看一下星盘当中 太阳 月亮 火星跟上升星座 这几个部分可以来做观察 为什么会观察火星呢 因为火星与每一个人的这种 生存下去的很多行为 行动有关 那我们有时候人生难免会有关卡啦 对不对 要找到出口 其实也可以透过这几个部分来观察 像亚棠呢 太阳在金牛座 上升是射手 月亮 双鱼 火星 双子 都不一样 来看看大家会不会上榜 那哲伟大哥呢 太阳在摩羯 上升月亮都在双鱼 火星在天平座 好 我们来看看喔 首先第三名真的会为自己生命去 比较积极主动找到出口的星座 是如果落在母羊座的朋友 两位暂时没有上榜 可以想想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母羊座的特质呢 我们说是 勇往直前 而且不再回头 大家可以想象一种场景 对 非常的冲 想象一个场景 可能我们大家一起去登山践行好了 好 那不小心在山中 可能有点迷路了 这时候每个星座反应不一样 对不对 有的星座说 好 我们不要慌乱 不要乱动 在这边等待救援 好 有的星座说 我先拿出手机 看看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通常母羊座常常会怎么样 先冲 没关系 对 我拿出可能是那种开山刀 或是什么东西 我就披荆斩棘的 我就冲出去了 确实母羊的人遇到生命 不管是任何这种情观 金钱上面的关卡 甚至是一些这种 我们说事业上的难关 母羊都会觉得 过去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在意什么 现在我怎么往前冲 像刚刚亚唐说的 母羊他们真的就是那种 我往前看好了 我就会想 现在哪一个部分 是我可以做的 有时候母羊没有想太多 他觉得反正我不管了 我先冲出去 以后方向对不对 以后再说 但确实是这一股冲劲 有时候就可以带着我们 去走出生命的一个 卡住的情况了 第二名呢 如果太阳月亮 这个火星上升是落在 双鱼座的朋友 我们也能够找到生命出口 但我们的特质是 宗教领域 可以让我们安顿身心 我看了一下 杨范跟哲伟都有双鱼特质 因为我那时候很不好 然后我就很喜欢看 那个大众的塔罗占卜 然后后来我就去学了塔罗牌 然后也就是有学一点点 那个看星盘 双鱼跟母羊很不一样 母羊我们说什么 它就是遇到问题 我就先冲出去再说 但确实有时候双鱼座 遇到一些生命的一些 我们讲说卡关的时候 其实会被卡得比较久 双鱼座它都会怎么样 它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卡关 然后我需要去探索 然后慢慢慢慢才摸索到出路 你一样想像一种场景 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什么 我们在水中好了 好 那双鱼会觉得 我好像我明明是一只鱼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水里 不太能呼吸了 好像那种快要一口气 上不来的时候 双鱼才会觉得 不行不行 我真的这一口气上不来 我就活不下去了 它们才会奋力地 找到一个可以呼吸的方法 好 这是双鱼的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特质 那包括像两位说的 其实双鱼座很奇妙 不管像这个哲伟刚刚讲的 我可能从小阿嬷带着 我就有这种拜拜的习惯 或者是也有一些双鱼座 其实我们家里面不见得 真的有这种宗教的一些 背景环境 可是我可能去 不管是进入一些庙宇 甚至到了一些教堂 任何跟宗教有关的领域 我就会觉得 莫名地有光照在我的身上 就是有一种很安宁 很放松的感觉 所以对于确实 双鱼座特质墙的朋友 当我们生命遇到一些关卡的时候 其实我去多接触一些宗教 会让我们觉得念头不一样 而且在这里会找到一种支持的力量 那除了宗教之外 我们知道 占星学上 双鱼座其实与艺术领域 也非常有关系 所以像哲伟哥刚才你说 音乐创作 其实这次也是非常典型 双鱼座 可以让自己去看见 另外一扇门一扇窗的 一个非常棒的方式的 第一名呢 我们要恭喜的是 射手座的朋友了 射手座的特质就是 探索未知 而且当心宽的时候 路就会更宽了 我看一下亚棠上身在射手 你还带有这样的特质 射手座的朋友 其实当生命有时候 遇到一样 遇到一些关卡的时候 他们往往会因为 一句话就能够转念 跟双鱼有时候会卡很久 不太一样 射手的朋友 他们是属于这种 我们讲的变动星座 比较会去什么 我想要去改变我的现况 所以可能透过一些 不管是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你知道有时候很多射手 遇到卡关的时候 我可能没 好久没去哪个国家玩 我可能就背着背包 也没有做太多的计划 我就走出去 说走就走 对 这是非常射手的典型 或者是呢 可能我过去从事的运动 我可能都是做一些跑步啦 我只举例跑步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这种 激烈的运动 那我尝试看看 我从来没做过的运动 这也是射手会觉得 我去探索一些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会转念 好 因为像刚刚两位 其实都聊到家中长辈的离去 像很多射手也会因为 射手其实是一个 不要看它表面很洒脱 它的内在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情义的星座 那射手座的人呢 他们有时候真的是 内心很容易纠结 容易纠结 遇到一些真的是亲密的 不管是亲人 或者是一些 就是一些这种 我们像可能狗狗 这种很重感情的一些 一些事物的离开 射手其实也会觉得 你知道内心会想很久 挂念很久 好 但有时候射手 我们刚刚讲 他会因为一句话 就开了一扇窗 其实我们常常讲 这是很射手的特质 想要改运这种 或者是这个转运的方式 最重要就是转念 是 你知道这个 正能量 对 正能量 但这个对射手座来讲 他们就是在尝试 自己没有尝试过的 事物的时候 就能够自己推开一扇 一扇门 一扇窗 而且让自己的心宽之后 人生的道路就会更宽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他们 好好地学习一下 那两年三年觉得很不好 就是因为刚好 我爸爸故事之后 我就杀青了 就是六月底我杀青 结果我没有结心系 然后七月我的狗狗 有一只狗狗诊断出 一个基因的疾病 就酷心生死症 然后它就 十月份突然就猝死 然后月底 我养十五年那只狗 它又急性移障眼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狗狗急性移障眼 百分之五十以上 几率是会死掉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 然后状态就是越来越不好 我那时候开始有点自我怀疑 我就觉得 我好像是一个很没用的人 什么都做不好 因为我那时候也三十多岁了 然后就觉得说 我身上又没有存款 然后我爸也走了 然后因为我阿公还有哥哥跟 姑姑他们可以照顾 所以如果突然消失在 我没有想要轻声 可是我觉得 会不知道自己要干吗 如果这个世界上突然没有我 好像不会有任何改变 反正我另外两只狗 就是也是有血统这样 可能很快会被领养 然后我就后来就开始觉得说 你看像我身边的朋友 有一些比我年轻 人家都结婚 生小孩 有存款 有房子 然后我什么都没有 如果我今天继续接不到戏 我不做表演 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吗 就好像没有谋生能力 然后又觉得 如果我不要坚持 我要买房子 反正我现在就无欲无求 我就是没有认识赚钱 好像不会对任何人有影响 对 然后我就开始会睡不着 然后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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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睡着 我一起还觉得我精神好好 为我睡很久 结果才睡两个小时 后来我就去看医生 就是医生就说是 那个讲说自律神经失调 就是因为心情可能影响 结果后来我就去写杠 我朋友就劝我 然后他就介绍我去自媒体 一个他朋友的自媒体公司上班 我去上班三个月 没有领到薪水 就老板跑路 后来就是蛮幸运 因为我身边其实照顾 我的长辈姐姐们也很多 就是开始他们可能 四肢会有活动 就叫我去主持 然后后来就是 我一个姐姐在比较大的集团上班 然后他就问我 到他们那边做活动什么的 你现在去在策划毛孩的身后事 其实我不是策划身后事 因为其实国报集团 它现在今年的重点 在宠物的美容安清住宿 医疗 宠物乐园 宠物兵葬 那我在那个部分 我是专门负责做活动比较多 或是像公益活动 所以你现在还有在拍戏吗 还有 我就很幸运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转念 就是很幸运就遇到很多贵人 因为我那个姐姐她就有帮我跟董事长约 然后我们就有聊过 就是比如说我上通告啊 拍戏可以不用进公司 但是我负责部分的项目有完成就可以这样 对 算是运气非常好 真的 对 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心理也比较踏实 然后又可以发展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 因为你很孝顺 人在做天在看 对 一定会帮你找到一个出口 接受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